好 这个朱立伦那么在昨天也看到是非常非常的感性 他请到这个泰座来申请对唱 而总统马英九跟行军院长吴敦义也特地为他站台 蔡英文在晚间那个造势场合上 还提倡都市更新计划 两派人马都在抢人气 拉抬人气 希望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冲刺能够冲出选票 朱立伦 动算 朱立伦 动算 台上动算喊着响亮决战倒数黄金时刻 蓝军新北市市长候选人朱立伦除了打出总统牌 行政院长吴敦义当然也没缺席 努力冲票连泰座都请了出来 和妻子高婉千在台上深情对唱 希望也能把选民的心滑掉掉 我们感心 滑滑掉掉 未来四年 有一位 大家感心 有心 专心专业 大家做会打招的朱立伦来 动算我们第一次的市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2012的民暗话题朱立伦强调 当选会坐满四年 蔡英文教室网会上不提平稳发表 都市更新的政策 公开透明的程序里面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那我们市政府来整个意见 来保障大家的权利 让大家不要被鉴伤剥削 选战倒数黄金时刻 选民在台下摇旗呐喊 支持心目中的候选人 11月27号开票出来就能够 分隔高下 周期文综合报导 好 很快在北二都的选情 一并来请教一下逸弘 逸弘我们刚刚在讲到 这个好苏两个人 一个在今天晚上的晚会诉求 在好龙斌的部分 是希望是不是让选民 还给做事的人一个公道 但是这个苏贞昌 他就是希望能够冲出10万人 来拉抬人气之外 那么也希望用这个10万 营造他的最后最后这个人气 这是一点 但是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能够触动到选民的心 那再者我们刚刚看到英伦 英伦事实上在今天 你看好近 我们记者走了才四分多钟 马上就走到了 这相隔这么接近 那么都是选在板桥 事实上他们今天晚上 应该是有两个场子 但是板桥是最后 那么两边都有请出这个大将 来为他们来站台拉票 那你怎么来看在今晚 他们的造势呢 现在这个选举不好看 就是候选人的政界人 很特殊让你觉得很好听 在上面不管说这是老戏嘛 不管唱歌啊 请歌先来唱啊 跟太太一起一起 在那边感性竖起我觉得 让人家没有感动的感觉 第一个 他讲的政界人 讲的也不会激起大家的情绪 第二个场子都不大 你说你现在音乐会能弄十万 我刚刚同一会文讲的不可能 音乐会不可能有十万人 去听音乐会 一定会扩大很多 那场子都不热 那就算新北市的话 蔡英文啊朱立伦的场子 虽然相隔很近 但是我相信也不会发生冲突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激情了 是 所以那杨修昌他们讲说神秘嘉宾 我看到目前为止 台湾有哪一个人 市长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出现 会让你耳目一心 说是神秘嘉宾 为之经验的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人会神秘嘉宾 突然说陈水扁出来了 应该在里面关了 应该在里面关了 怎么跑出来站台 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以外 你说 就不管李登辉宋厨余 这些人去给人家站站台 就算星云去站台都不神秘嘛 我就觉得 这个选举现在真普遍的不好看 那所以 我觉得投票率 真的会不会那么高 如果加上天冷 天冷我觉得比较没关系 下雨的话麻烦比较大 如果天冷又下雨 我看投票率是 应该是不会高的 那所以 其实这几天讲到现在 我们大家其实也很烦 都希望说明天赶快来 明天下雨的话 开票的时候 我们坐在这边 可以票一开 我相信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敢说 谁会当选 三都啦 我们讲三都 两都都已经知道了 答案已经晓得了 就是这个三都到底 谁会当选 谁会当选 对 大家比较喜欢看答案 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就有谈到 吴乃仁那番谈话 怎么解读嘛 辉文也有谈到 其实事实上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朱立伦 好像找到一个着力点了 她说你们看你们看 蔡英文 她到现在目前为止 都没有敢讲说 她呢 如果当选之后 保证不会 就保证能够坐满四年 这种支票 她都不敢开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位候选人 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来解读 当然也想听听看 仁文的意见 是 我先讲一下这个台中 本来这次有准备好 录影带 光碟 本来准备好 就是在电梯的那个 买票三千块那个 谁出手的 谢昌廷出手 谢昌廷是民进党的五都 总督导 刚刚运鹏兄 他说这个什么都会 这次新的三都 高雄市是旧的都 高雄本来就是直辖市的 那陈菊那个算不算澳部 因为买票 显然是国民党籍的 这个基层的民意代表 这个市议员里长比较多 现在收押这几个 大部分都国民党 可是我刚讲是澳部 出澳部是谁出的 你想想大部分都是民进党干的 所以我说台中那个 本来是今天晚上才要出手的 是先被国民党破了功 那澳部有没有 澳部是有用的 这个去年 县市长选完之后 韵鹏兄就在这个摄影棚 曾韵鹏讲什么 他说这个 他跑去苹果日报投稿 他说不能一军选五都 二都选总统 那时候是他的这个理论 如今获得验证 一军都去选五都 明天就要投票了 那谁去选总统呢 还是一军去选总统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台北县的朋友 知不知道会有这个状况 台北市的朋友 知不知道会有这个状况 你现在倒的 这个可能要去选总统 我们可能要定算 知不知道 我跟大家报告 去年在郑运鹏提出 这个一军二军说之后 今年初不是去年 有台啦 有台就有 真的是你提的 就今年初 有台就针对这部分 也讨论过了 意思就是说 你先去选五都 选一选 还是输一点点都没关系 又去选总统 我的解读是 绿的朋友对这一块 是非常开放的 你们想要选 只要你们能够 把马英九拉下来 就去吧 不管说要不要补选 或被骂什么的 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不高的 那绿的朋友 我就先放在一旁了 但是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说 台北市跟台北市的朋友 知不知道 不需要朱立伦强调的 也不需要郎龙斌强调的 大家心里都要留守了 如果你们真的会怎么样 我想会 那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好 宜文 其实就我了解了 民进党内现在对五都 是一片的乐观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不小心 就是连这个新北市跟台北市 两个都当选了 两个候选人都当选 就刚刚讲的义军 两个都当选 那谁来选2012年的总统 俄军 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这个 被点名的有林义雄 然后还有李远哲 有被点名 但是感觉上这些都应该算是 这个比较大老级的人 超级大老级的人 那剩下的是谁 最能够有战力的是谁 还是这两位新北市 跟北市的市长候选人 所以还是他们两个 那无奈人呢 不知道是心太急了 还是说希望是说 先把这个讯息传达出来 就说没有关系啊 我们没有限制说 这个当选的人 不能再选总统嘛 所以就先灭了火 但是在这个时候 灭这个火的话 应该不叫灭火了 叫消毒 先销这个毒是有一点早了 它会影响到这个 大家对这个候选 到底你的忠诚度 你对这个县跟 你对这个市 五都这个市长的这个位置 到底是抱持什么样子的态度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好的 所以今天蔡英文也在讲 她说要是我说了才算 不是任何人说 可以选什么就是 是我说了才算 我党主席说了才算 所以她也小小的灭火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像刚刚朱立伦来讲的话 是最好的运用的时机 因为在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 大家想到的应该还是 五都的市长 如果你心还有别的想法的话 那对于选民来讲 对于这个市民来讲 你到底把他们放在哪里 所以是有用的 好 民党秘書长吴乃仁 他在这个选前的两天 会抛出这样子的一个话 说谁能当选 谁就选2012 那到底呢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动机 当然也就未为话题了 我们当然也来听一下 这个当事人 包括苏蔡两个人 他们自己如何回应 你会在这个时机点想不想的话 不知道 大概上了你们媒体的当 秘书长的讲话 他大概在 他讲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党在这个方面 没有特别的限制 不知道 吴秘书长怎么说 但我不管他怎么说 我和市民承诺 我如果当选 一定做好 而且做满四年 南部的选情 一直是比较艰困 所以我们这里 一直是在南部的时候 去替我们艰困的同志加油 那我们这个 朱玉伦候选人 在北部这边 我讲过 一直是稳定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 戒胜恐惧 在最后步步而已 好我们把很快来 请教一下这个俊斌 怎么样来回应 刚刚也都听到 苏蔡两个人的这个说法了 可是国民党方面 在当听到这个吴乃仁 抛出了这句话 而且这个媒体 也有大幅度的 这个篇幅报导 并且也都追着 这个苏蔡两人 一直猛问的同时 你们怎么样去评估 吴乃仁的话 他对于蓝绿选情的变化 吴乃仁的话 是蔡英文 很好解释的一个机会 蔡英文讲说 我说的才算 所以所有的新北市民 都在等 那你打算怎么说 结果他从头到尾 还是没有 还是不愿意讲说 如果我当选了 我要坐满四年 像苏贞张 苏贞张讲的越斩钉截铁 蔡英文就越痛 越显得心虚 今天民进党的朋友 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民进党 选上市长最有实力 去选总统才是王道 可是满足了 你民进党的王道 满足了蔡英文的王道 所有新北市 希望得到一个友善 好的一个治理的公道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大家应该来思考的 好 韵鹏 其实刚才那个 辉文有讲 我年初或去年底都在讲 就说民进党 其实是一个 在很糟糕的一个 08年的状况 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元气 那我们 我自己认为算得出来的一群 其实没几个人 我就想说 万一他们都在算 然后都下去五都的时候 你2012的人选会出问题 当然党内有很多人 甚至社会上很多人 不认同我的讲法 因为我们有 可能说不定会有 比现在更优秀的人出来 他在准备传传统 出来民调 有可能 但现在通常 吴秘书长的讲法 吴乃人的讲法 他其实是组织不回答的事情 就是我们党内规定 一个是这样而已啦 重点不在于说 那个谁去选总统 而是在于说 当选了之后 当选了之后 他们自有考量 所以刚刚俊斌是多虑的 就说什么王道的公道 并不是这样 我相信啦 现在任何一位当选人 民进党的 你如果动算后 你马上算不说 或者说几个月后 说安妮想选2012 我保证他本来是民进党最强的人 会落到后面去当BSR 谁敢说 没人敢动算后 跟你说 不好意思 我连就任都不介入 做两个月去选总统的 他可能民调满意度很高 马上掉下来 绝对的 所以都不用担心 这些事情会发生 而且我认为大家知道说 民进党就是在五都的人选安排里面 做了破釜沉舟 做了没有明天的打算 一军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才会 在蓝军这么优势领先的三都里面 可以打到 现在这么有希望 这就是决心嘛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可能拿来做一张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 不影响选举 待会我们来听听看 逸宏是这样看的吗 马上回来